我現在來簡單介紹一下萊卡CL 它這台相機的一些基本特色跟功能 它採用的卡口是跟過去的TL跟TL2一樣 是專屬的卡口 鏡頭也都是共用 比較特別的是 萊卡CL它這次的機身等級是高過於過去的TL跟TL2 很大的不同是它賦予了比較多的按鍵在機身上面 可以看到機頂有兩個轉盤 轉盤先開機好了 兩個轉盤都有支援各自的功能 最主要是一開始你拿到這台相機的時候 可能會不知道要如何去調整它的曝光模式 很簡單這樣按一下這邊的按鈕 然後就可以去切換它的曝光模式 例如說PSM或是錄影模式也必須要從這邊開啟 選擇完畢之後再按一下就鎖定了 那現在像現在是在 看一下等一下 現在在M模式下的話 兩個轉盤就分別可以用來控制光圈以及快門 這邊調整光圈 那其實它的操作反應算是很靈敏 跟一些中低階的微單也比較起來的話 它的反應算是很快的 這邊也是快門的調整旋鈕 那如果是在A模式底下的話 一邊就是用來控制光圈 另外一邊就可以用來控制它的 ISO或是曝光補償之類的 那個可以自己去選單裡面進行設定 那它的選單主要分為五頁 這邊快速瀏覽一下 那算是相當淺顯易懂 那比較可惜的是它雖然支援觸控螢幕 好現在示範一下 可是它有一些限制在 例如現在是自動對向模式 那必須要選擇觸控AF跟觸控AF加曝光 這兩個模式底下才可以進行觸控的功能 那現在選擇觸控AF 其實它觸控反應是非常靈敏 靈敏到有時候你可能不小心滑到旁邊 那它就誤認為你是要將對焦點移到這裡 那有時候你只是要收相機 或是改變一下構圖方式很容易就會誤觸到 所以這時候必須要留意 那剛剛講到它觸控功能也有些閹割的地方 就再說它在Menu模式下它是不可以支援觸控的 那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電子觀景床 那這邊支援的話數是高達236萬 那它的精細度應該說它的精細度是非常高的 那也是符合時下一些主流的微單眼相機的電子觀景床的規格 那機頂可以看到有兩個雙深道的收音孔 那它支援力提升 那這邊有熱... Seal它有附贈一個熱血蓋 那這邊可以安裝原廠閃燈或是副廠閃燈都是OK的 那可以看到側面的部分 並沒有任何的保護蓋 應該說沒有任何的外接附在這台的相機上 所以你要外接 例如說你要用機身充電或是HDMI輸出 或是Micro USB的傳輸什麼都沒辦法做到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機底可以看到它是德國製造 然後電池在底部 這邊就是記憶卡的插槽 然後機身可以看到正面它有鋪滿就是大量的萌皮 它這萌皮的觸感其實它不是一般塑膠 是有點類似硬皮革的質感 所以你去壓它會有一些回饋感 OK 這邊大概就是Leica CLR的一些外觀介紹 您是居然是個類似的 我們看到右邊的發言 有人會擔憂 首先您可以看到